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是在阿富汗 今天呢 一大清早又来这个羊店 然后买一头半的羊 上次买的是一头啊 不够 今天准备买一头半 哈喽 这个是新鲜的是吧 这个是不是比 上次买的那个要大很多是吧 大一点 大一点是吧 13-14公斤 13-14公斤 上次买的是9公斤 那这一头的话 抵一头半的 那来这个大的吧 把这个大的干了 这个羊跟普通的羊不一样 它有一块这个羊尾油啊 这边也好 多少钱一匹了 480 那和人民币36块钱 羊肉的话 在阿富汗36块钱一公斤 买了一头羊 花了这个6300 多给了他这个加工费啊 让他把这个羊肉切小块 兄弟们 这个就是阿富汗的羊店啊 他们每天直接就把羊送过来 宰了之后呢 挂到这个门上啊 他们这个羊店的话 是我在这边经常会照顾的一家店啊 因为他的羊都非常的新鲜啊 每天基本上 拉过来宰了就直接卖啊 这边的羊肉很便宜 大概的话和人民币 不到20块钱一斤啊 所以在阿富汗你可以轻松实现羊肉自由啊 这个厨师啊 他比较耐心 他每次这个羊肉给我切小块啊 有一些这个阿富汗的厨师 不管教他多少次 他都会给你切成大块啊 兄弟们这个羊肉分解好了啊 应该是两袋就能把这个26斤的这个羊啊 全部装进去啊 这一大哥是我在阿富汗见过最敬业的屠夫啊 他切个羊尾油都切得非常的认真啊 你在阿富汗找这么认真的这个屠夫啊 很难找的啊 羊肉买回来了上车啊 走吧 现在出发去学校啊 今天司机的大儿子也过来了啊 请他也吃个大餐 兄弟们带着羊肉来到学校了 哎呀 哈喽哈喽 哥们包里 早上起来都是干活了是吧 非常的好 很久不见 来 今天来了不少人刷漆啊 刷漆的话我们会给他发一个这个工资 然后中午的话会给他们做个饭啊 我们今天从市区里面采购了这个羊肉 然后还有二三十颗绿植加上一些蔬菜啊 今天来学校的任务就是 把这四十颗绿植呢 就是移植到周边啊 然后呢 白天他们老师呢 任务就是负责粉刷这个学校啊 大家看一下 三个主建筑是黄色的 然后这边全部会给他弄成这个白色啊 厕所的话给他弄成这个绿色 这一趟刷漆的话 大概花了不到两百美元吧 加上这个工人的工资 差不多是一千五百块钱搞定了 来啊 今天早上先来种个花 哎呀 小女孩很懂事啊 经过上午忙碌了一个小时啊 这个花园给他搭建好了啊 现在组织村民啊 开始做菜了啊 今天中午咱们的果实呢 是红烧羊肉啊 今天这个材料都买好了啊 全部备齐了啊 活配 你好 这边 这边是学生啊 学生负责包这个大蒜 然后咱们现在就开始 洗这个灶了啊 今天学校来帮忙的这个老师啊 还有我请的五个工人啊 对吧 都忙了一天了 非常辛苦啊 然后趁着他们这个任务还没结束呢 我们先把这个饭做了啊 请他们中午啊大吃一顿啊 我们这个火已经开始弄了啊 把这个配料切好 等这个火一声啊 开干 这个羊肉在阿富汗是最贵的食物啊 平时普通人的话是很少会吃啊 一个月能吃一次就不错了 我这趟回来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弄俩啊 这个是司机大哥把这个羊尾油洗一下 他们今天要用这个来做这个底油炒菜 稍微会香一点 来兄弟们开始了啊 火已经弄好了啊 羊尾油啊 锅里倒了 兄弟们米饭锅里倒了啊 米饭干上啊 煮饭了啊 今天汉玉老师没有来 所以轮到我给学校的这个朋友们 给他们做一顿饭 这个都随便造成 没有造太多了是吧 按照红烧的这个方法来 但是没有这个中国的虾料还有酱油啊 这边的工作人员今天干活累了一天了啊 没吃早饭 我让那个司机给他们做一个这个炸蛋 一个平板锅的那个油啊 要放十几个鸡蛋 麻烦特色美食 这个羊屁股油现在炸的差不多了 等它炸的稍微干了 然后再放蔬菜啊 羊肉到锅里啊 可以 这个羊尾油刚好是那种金黄色的 兄弟们 好 姜饭啊 羊肉到锅里 烫 鸡头羊加两把盐 咱们这个羊肉的话 给它加点水就让它煮一下啊 咱们等个半个小时再给它加蔬菜 煮了二十多分钟啊 然后现在倒胡萝卜 胡萝卜比较难熟 哎呀 来 咱们盖上锅盖再给它搞个半个小时 煮到锅里倒啊 煮了今天煮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加辣椒 均匀的铺盖上面 现在咱们把这个锅盖上啊 三分钟以后 然后咱们再爆炒一下 今天这个羊肉就出锅了啊 兄弟们 菜马上就炒好了啊 看看我们学校啊 今天一天 对吧 工人们把这个墙壁啊 全部粉刷好了啊 然后一会儿的话就开饭了 这个红红绿绿黄黄的啊 上次给他们光做肉 对吧 朋友说要给他们做点蔬菜 所以今天工夫搭配了啊 要啥有啥今天 看这个土豆现在软不软啊 哎 非常的软 忙碌了一个上午啊 为学校的这个老师 还有工人以及学生们啊 准备了一顿午饭 叫他红烧羊肉吧 虽然没有酱油啊 找个工作人员尝一下啊 可以吧 很好气啊 可以啊 开饭了啊 苏元 你组织那个 昨天和今天工作的人 在前面 朱老师负责打饭 然后我负责打菜啊 要看一下这个肉啊 打菜 看着他没吃饱 这次请他吃多一点啊 胡子哥这几天非常辛苦啊 胡子哥好好补一补 今天平均每个人 能分到四五块肉 还有土豆还有红萝卜 这个是熊二啊 辛苦一天了 给他打的最多 今天买的这头羊大啊 就是每个人一碗都能盖到 全部都是肉啊 你看这次吃肉不是吃饭兄弟们 上次做的一头羊啊 有人说这个只分了两三块肉不够啊 这次是全部分够了啊 这锅里面还有剩的还有剩的又有人去打了啊 今天又是成功的一天啊 全部都吃饱了也吃爽了 好了我们现在用餐也结束了 所有的活动都结束了啊 今天就是工人和校长要给他们发一个工资啊 昨天就是订好了是三千块钱 今天给他们 这次回来花了一千八百多 然后明天还有一天 剩下的这个一千多块钱给他们买点礼物 就算了 这趟来这个阿汉也花了大概一万四千左右吧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学校的一个变化 办公室这边全部刷成了黄色了啊 然后这面墙呢全部刷白了 侧的那个地方绿色啊 这边也都全部刷成了一个雪白色啊 再来看看这个绿植啊全部都安排好了 都种上了非常的合理啊 这个土的话松一下 我们明天打算在这里种点花啊 任务全部圆满完成啊 学生们看一下啊 好了朋友们历时一周年啊 我从去年的这个三月份左右吧 开始修这个学校到今年的这个四月份呢 就是刚好历时整整一年啊 这个是以前的校长 他现在是副校长啊 这个是现在的校长 因为当初把这个学校盖大了 然后村里面呢 就把它列为了一个重点的这个小学啊 就要调一些老师过来 所以说啊 达哥就是校长 然后胡哥呢 副校长 我们跟两位这个校长就是说一下 就是学校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任务了 你们满意吗 很感谢 很感谢 你问那个胡塞 你还记得原来你在这个地方睡觉吗 去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躺在地上睡觉的 这里啥也没有 一些建筑都没有 只有四个帐篷 现在看到这个绿色的是我们修的厕所 原来的话连厕所都没有 非常的破旧 都没有自己的墙 都是跟邻居家共用的墙啊 最后再跟这个校长和副校长说一下 就是这一年来看到这个学校的改变 有什么感受吗 他就说现在的话就改了这个学校 就是很多学校更想在这里学习 到今天为止了 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个建设呢 就是全部结束了 然后我的这个阿富汗的行程呢 也即将画上完美的句号了 我再跟两位大哥说一下 我的任务完成了 以后的话可能就是不会经常来这里 但是有空的话会回来看一下你们 什么时候来就欢迎 可以可以 好了兄弟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